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就请阿庆施来告诉我们 简单的菜如何煮出绝佳的滋味 这个汤听起来名字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是川菜的一道名汤 对 叫连锅汤 就是所有东西在锅子里面 陆续陆续陆续续煮 就可以把它完成这道料理 是的 而且它的汤头是非常浓郁 而且浓郁之外 你还喝得到这一道汤 它最特别 了解 是的 了解 好 先准备 怎么样准备食材 是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一道汤它最重要的灵魂食材 就是猪肉 那一般正常传统在做 这一道菜的猪肉 他们用的是猪的 人家讲二刀肉 二层肉就是猪接近屁股尾巴这个地方 是 因为它猪运动量的这个地方 但这个地方的肉 其实在市场上比较难买 所以我就来用五花肉 来取代这个肉的部位 是的 效果是一样的 会差一点 因为二刀肉的口感跟五花肉不一样 五花肉是 它是嚼劲中带软嫩 但是二刀肉是非常有嚼劲 Q劲很好 对 而且油脂也比较丰富 是的 了解 对 来 那我今天选用这五花肉 我们去市场买的时候 就尽量买中间的地方 因为三刀嘛 五花肉这种东西 它有肉头跟肉围 没错 肉头比较肥 肉围它的形状会比较不一 那我们虽然成本高一点 但自己要吃 我们用得更好 我们就跟豬肉店老家说 我们就要中间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 我取的这个肉 我们就宽度 大概抓五公分 因为待会儿 这个肉煮完之后 我们要切薄片 我们要把肉煮到 溏心状 对 不是只有蛋有溏心状 肉还能够有溏心状 我们指的溏心状的意思就是 把肉煮到九分熟 那种概念 然后下去做这个料理的动作 了解 是的 那我们现在要煮这个肉之前 烧一锅水 那烧这个水 这个水呢 待会儿这个水会是 非常重要的高汤 OK 因为这一锅 应该说 要连锅嘛 对 它不能换嘛 一锅到底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的豬肉 刚刚在外面 我们一定要把它洗得很干净过 是 再把它擦干 对 让它没有多余的血水 跟异物杂质 是的 那现在这个肉 它有一个诀窍就是 因为五花肉 它上面一定会有这个 这个地方就是带肋骨的地方 对 那这个五花肉要下去之前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那五花肉烫起来形状 才会漂亮 就叫断筋 哦 OK 我们断筋很简单 就是它这个地方 因为有筋膜嘛 我们就稍微这样子 看一下 看我现在这样 那个 小心眼看准的再往下扎 对 你看有一个手在那边 就扎的扎的扎的 突然间 怎么觉得手指头刺刺麻麻的 是的 我现在扎好之后 就大概会像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水滚了对 是 那就夹 就把这个猪肉下去 哦 照你现在这样子的煮法 是 它就有一点印象是 拜拜用的 对 对不对 三张肉 白切肉 蒜泥白肉的做法和前置 好 如果我们现在要把一块肉 煮到白切肉 能够上得了供桌 但是呢 之后再去做料理不会太老 对 这个时候 时间怎么拿捏 对 我以我现在手上 我刚丢下去这块肉来讲 我目测 因为我刚拿 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这块肉 大概是在一斤半左右 那我们给它抓这块肉 是以半斤来讲好了 是 半斤 我们刚水滚 盖上锅盖 小火 转小火给它煮 大概抓个 15分钟 15分钟 对 一定要盖锅盖 因为锅盖 你里面的热度才不会跑掉 是 而且一定要小火 小火才可以慢慢地 把这个热的温度 煮到肉里面去 是的 我们现在在煮肉的过程 是 那我们先来做莲锅汤 它必须要钳制的另外一个 其他的材料 对 另外一个材料 那我现在这里来烧一个水 那其实烫这个白萝卜 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小诀窍 虽然现在萝卜盛产已经过了 可是台湾现在农业技术 萝卜一年四季都会有 都可以吃得到 但是萝卜这种东西 它会有一个气味 我不知道 对 都有一个气味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去脱身 必须要去杀青 必须要去做一些样子的动作 对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汤 如果再去做杀青的动作 我觉得就失去了意义 失去什么意义 失去说 这道汤 我们要有萝卜汤的清甜味 但是我们有一个小东西 秘密武器 可以把萝卜的气味 删除掉 去味掉 那我们要去 我们先来把萝卜 切我们要的大小 那莲锅汤里面除了肉片之外 萝卜也是重点 我这里大概是切零点三公分左右 好 都把它切成了薄片 薄片状 对 因为不要切太后 这道汤是属于筷子汤 所以你切得太厚 你就要熬了 筷子 就叫菜头汤 是 那现在滚水 水滚啊 对 要下去烫白萝卜 我们切薄片而已 是 好 来 这个时候就要加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小屁股的秘密武器的东西 就是 冰糖 真的吗 对 我跟你说 这个糖它非常有趣 糖我们知道有分 二砂糖 白砂糖 黑糖 冰糖 那为什么冰糖 专门来刻这种白萝卜根茎类的 去除它的那个气味 对 它里面的味道 因为冰糖的甜 跟它里面独特那个甘甜的成分 来去除这个萝卜 这个气味是最好的 因为我自己测试过 我用一般的白糖 二砂 二砂糖 这糖香太重 白砂糖去不了味道 反而你萝卜煮的是一种 有一种吃起来会有种苦甜味 是的 所以我们加一点冰糖下来 大概加多少的量 那我这里的量 来 我这个小匙 好 用个量匙 我这个应该是一小匙下来 不要多 一斜就好了 好 不要多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有多吗 冰糖不要多 因为冰糖一多 它的甜分会影响到你萝卜的甜味 那我们要煮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会再加一点冰糖 所以我们烫一下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会问我说 你怎么 这个东西不是加盐再加冰糖 你加盐下去是不对 它反而味道会更重 像有时候我自己在 在餐厅或者是我在做红烧牛腩牛肉 我们是不是都加红白萝卜 那个时候萝卜也用这样子的方法 红萝卜用这个很有味道 真的 这是我发现的小沛卜 OK 好 需要烫多久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 像这样滚一分钟 对 那你在烫的时候你 去闻 对 你就会闻到我所指的味道 对 你的气味 对 就会出来了 我们烫一下 不要烫太久 因为等一个 我们可以煮这个汤 好 那时间差不多 我就先关掉了 好 烫好之后 也不用泡水 水滚的时候 萝卜下去 萝卜下去之后 再一次滚起 我们来算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够了 是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闻到那个萝卜 它原来那个不好的味道 已经不见了 对 开始带出来 就是那个萝卜的那种甜气香气了 好 萝卜处理好了 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萝卜汤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佐料 就是沾酱 因为你光喝这个很好喝的萝卜汤 但你要吃肉片 那你单吃又觉得太单薄 是 沾眼也很奇怪 那我们就来 因为它是个川菜 是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 简易的麻辣沾酱 好 在家可以轻松做出来 了解 很棒的 了解 那我这里呢 我就是有准备这个干辣椒 干辣椒 又有人说叫二斤段 又有人说叫公保椒 是 这种其实潮湿都很好买 对 那我这里就直接给它下去 干锅下 对 干锅下去炒 还有一个是花椒 我今天选用花椒是青花椒 那交给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 会独钟想要选用这个青花椒 因为青花椒带有一点点 好像柠檬那样子那种 精油特殊的香气 还有青花椒的麻 是比大红袍比一般花椒 来得够呛 那我就是要用这个麻 来带出这个连锅汤 它的独特味道 了解 了解 我们现在在炒这个干辣椒 千万不要放任何一滴油 因为你油一下去 它的酥 那没有炒酥 是 我们待会要轻松粉 把它擀成粉 如果你加了油之后 就炒不酥了 了解 它的酥是带有油脂 所以你冷起来混 它就不漂亮了 对 所以干炒 它就会结团结块 对 不是那样子成粉末状 对 那在炒的时候 你会感觉第一个 在干辣椒刚下去的时候 它的颜色 它会是像这样比较有红 这样子表示还不行 我们要炒到它变色 变成什么样子 它会变 你会觉得这个红表面好 就有没有看到 像这样的感觉 变比较浅了 它受热垢反而是变浅 对 不像是外面有些店 它炒到有点连换蚝 对 然后你有打到品 会香气出来 有 所以在炒这个一定要有耐心 火千万不能大 对 它本来一般如果是热油 什么东西下锅的时候 它就是冒很大的烟 然后很呛的味道 对 你反而没有那个呛的味道 是的 而淡淡的带出那个辣椒的香 其实在炒这个你会感觉 就很像在炒三杯 你一开始要很耐心地去 煸香那个姜跟蒜头 是 我们在炒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感觉 颜色变了 变比较浅 然后再来第二 你会感觉干辣椒变轻了 变轻了 就在锅子里面剥的时候 它的那个 跳动的那个速度 就越来越快了 然后你会越听到 干辣椒 刚刚我们下去没有的 对 好 这个时候它已经炒到八分了 是 我们把花椒下来 OK 我刚刚这里的干辣椒 我大概下的量应该是在 60克左右 好 那我的这个青花椒 是 我是下三小匙香囊 三小匙 对 好 这个时候下去之后 我们也赶快拌 八成的辣椒 对 再下三小匙的青花椒 继续在锅子里面 你不能够放得不管 你就必须快速地反复波动 刚才我除了闻到辣椒的香之外 我现在已经可以闻到那个花椒的那种 特殊那种精油的香气也开始出现了 那个味道很香 而且你看 你在拌炒的时候 你越听到这种干辣椒的声音 越清脆 越清 表示你干辣椒炒得越成功 没错 炒到它烹起来 里面的水分都炒出来 是 是 是 对 好 那青花椒怎么看 我刚下去我都用小火 是 大概炒了将近一分钟左右 第一你会感觉花椒香气已经出来了 对对 然后第二你看花椒里面的壳 它开始呈现焦黄色 对 我们看里面的壳就知道 是 是 是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再炒了 再炒了会苦掉了 是 是 OK 好 我们先冷一下 是 我们赶快把它移出锅子 否则那个锅子还有温度 也会在夾热了 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呢 好 来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调酱的部分 调酱 对 其实调酱部分也简单 家里都会有豆瓣酱 对 那我们去超市买的时候 就买一个比较 辣度比较那么大的 那我这个豆瓣酱 我加三小匙下来 三小匙的辣豆瓣酱 对 三小匙 来 再来酱油 酱油 对 一小匙下来 好 这边放了豆瓣酱 放了酱油 接下来呢 来 我们再来 这个白醋或者是米醋都可以 因为辣里面 你有点糖之外 用点醋来掉那个辣的味道 是非常棒的 尤其是麻辣的料理 OK 那我这个白醋 我就是加二分之一就好了 二分之一小匙 对 好 好 来 那再来葱花 葱花就适量看个人喜好 那我是觉得可以加多一点 没关系 还需要就是我们刚刚查好的 这个甘辣椒跟青花椒 好 那那个两个东西 是现在这样子的状况 还是要特别处理一下 我们要特别处理 好 如果说家里有磨坡 那是最好 有在那没有 就是擂茶那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就跟我一样 我们准备一个厚一点的袋子 那我们把刚刚查好的 对 我们把它倒下来 全部加进去 角哥 你有没有看到 好松的感觉 有没有 松的有吗 对 你现在 它炒到什么程度 炒到现在这个辣椒 拿到手上这样子 有没有 对 这样就是成功的 对 就是已经完全炒到 当它放凉之后 你拿手就可以轻轻松松 把它捏撕掉 是的 这样的标记 我们炒得很成功 是 好 那现在要擀这个 也有一个小诀窍的 因为我们会有袋子 对 那你这里不要封 如果你封 里面有空气 你一擀有空气就破掉 袋子会破掉 对 因为它要擀 里面的材料又有一点点 这样子的硬度 所以能拿一个袋子 稍微有一点点的厚度 好不好 是的 我们就用一个擀面杖 这样就擀 对 如果没有擀面杖 加里面有什么酒瓶 对 也可以 那我现在用好了之后 是 娇哥 你们看看 这个真的 对不对 好香的味道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选用青花椒 对 那我好的这个我就直接把它加下来 这也是我们的香气最重要的来源 没错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烧热油的动物 烧热油 对 那我来烧的这个热油 我们来弄一个比例 那我这个猪油来 我加了是五小匙在里面 五小匙 对 这个纯猪油真的很香 好 再来换我们的蜡油 我这边五小匙的纯猪油 对 那我这里下了三小匙的蜡油 五比三 对 多了好 你看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油给烧热 待会直接冲下去就好了 直接冲到这里面来 对 直接冲下去就好了 好 现在这里面的干辣椒跟花椒 跟底下的酱跟葱 需不需要拌匀 不用 就让花椒在最低一线 对 接受油 对 后面有一个葱花当缓冲 对 酱在下面 这个一定要让它张第一线 因为这个第一线冲下去 它香气才会冲出来 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去拌它 了解 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说 这个东西可以了 稍微冒烟好 轻轻轻轻 好 那它的温度我大概以我的经验 现在大概是180左右 OK 一百七百八都可以 下去之前我们让它均匀一下 是 那我们冲下去 好 全部就一次刻成冲下去 你看就像这样 有没有 这画面很疗愈 有没有 透过表面这样子冒烟 然后呢 缩着那个热油一层一层 这样子散下去 对 现在你会觉得很香 这个最后就要拉 就要来搅拌了 是是是 看我们自己在家也简单做这个辣椒纸酱也很棒 如果啦 家里有熟的白芝麻 也很对味 这时候再撒汗一点点白芝麻 对 那真的很香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辣酱好了 阿庆牌辣渣 好 肉好了以后要怎么处理 来 那肉好之后我们要把它捞起来 是 你看哦 如果你一开始 肉你在前置洗得够干净 然后也擦得够干净 你烫起来的肉 没什么浮沫 对啊 有些人会说你这样有操车 或者是对 会有什么杂质完全不会有 是 你这样子搞一搞 搞到我们这个会不会白买了 真的吗 是 好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肉是没熟的 你用这样搓进去就知道了 你这样压 拉出来以后你稍微摁一下 它还会有点洪水往外走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不要煮我 好 来 那这个时候 你记得刚刚 萝卜 对 来 那萝卜就下来了 断生味的萝卜 对 这时候下去 对 这时候就下来了 先下去 是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也要放 莲锅汤的特色 是 也是它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刚刚的花椒 纯的花椒 对 我把它加下去 因为莲锅汤 它除了是在吃这个 肉的清甜跟白萝卜的香甜味之外 是 它还需要一些这个青花椒 的麻来带动一下这个汤 喝起来 所以我都常说 莲锅汤是一个非常开胃的汤 对 那花椒的量 我们抓个一小匙 一小匙就够了 对 那如果你喜欢麻一点 你可以两小匙 对 那如果你要麻中带辣 你就可以用大红炮 对 好 那我们就加下来 好 OK 来 这个时候呢 再加一小匙的冰糖 对 我刚讲的嘛 一小匙的 青花椒跟一小匙的冰糖 对 我们加一些冰糖 让它熬一下 是 那这个五花肉 肉撒好以外 我们要来切薄片 那我会建议放稍微凉之后再切 你稍微切 第一不好切 第二 肉也不好定型 是 它就跟煎牛排一样 对 对不对 你不能够洗锅之后马上切 血水完全都流失掉 对 是的 那五花肉有时候 你难免遇到这种 这一片肉 这里又一块肉 对 那我们就从中间油末的地方切开 好 那这里 我们先等一等 我们先来切这里 先切成薄片 哇 真是 这个每一个肉片切下来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如果再放个一分钟两分钟 让它的热穿透进去 它恐怕里面就会是粉红色的 对 对不对 是的 就会是很漂亮的颜色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道汤 我们要把这个肉 就是不要煮到转型 因为 你如果做一次煮到转型 你肉的清甜味 鲜甜味 比较表现不出来 所以这道汤 我们肉不要把它烫到全熟 是 然后呢 能切多跑 可以切多薄 我们就多薄 那我现在切大概是0.1公分左右 是 焦哥你帮我检查 看我又没有真的切到0.1 哈哈 好啦 这个 要请专家帮我鉴定一下 是 是 不可以漏掉的 有没有切到0.1公分左右 就拿一片肉 让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薄如柴翼 有没有 抖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 还断一断一断一断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 好 那我所谓所指的唐青的意思 就像这样 对 这个就是唐青 你看见没有 它这个肉啊 对 底下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 还是有微红的效果 僵熟而未完全熟 对 那为什么这个肉一定要切薄一点 你要记得 我们的肉一定跟油一定是软嫩好吃 但其实这里面最会影响口感就是猪皮 因为我们不是一次把它烫到很久 很软烂 所以猪皮呢 你千万不能太厚 还有一点点爱口 对 那我常说这道汤它是快煮的汤 是 那快煮 你看我们刚下去 那切法也差不多应该有三分钟了 是 好 那现在这个汤是煮滚的状态 我们把刚刚切好的肉 重新回进去 对 好 那你这样子回进去 巴巴巴它的弹性就没了 当然一定会没有 但是我们切得那么薄 糖性状态下去煮肉 肉的口感起来是嫩的 待会佳哥你帮我试吃你就知道 好 然后你看 因为我们切那么薄的肉下去 它肉在煮会稍微卷一下 好 好 这样子放进去的 还需要煮多久的时间 不要再煮超过五分钟了 对 因为你再煮太久 就像你刚刚讲 那个肉 枉费我们把这个肉的熟度 把它做到那么刚好 没错 就裁掉 是 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火转小一点 我们来做调味的动作 好 来 那我们这个盐 盐 来 那我盐 我是加入这个小匙的 是二分之一小匙 二分之一小匙 对 不要多 好 还有呢 这个是鲜味粉 好 对 那如果家里有香菇粉 或干贝粉也可以 那我这个鲜味粉呢 我是加两小匙下来 好的 好 再来 酒 酒 那我米酒是两小匙 好 然后来 好 这时候我们火开大一点 把它煮一下 是 家废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我这个肉没下去 给它拍摄 第一个 第二个是 因为其实这个部位都很好吃 我们待会再蘸这个汁 好 可以 再蘸了 我要留在自己吃 好 对 这一个好吃的留成员工餐 哈哈 来一点胡椒粉 我觉得这个汤已经感觉出来了 三分之一小匙 一点点 三分之一小匙的胡椒粉 对 不要多 因为胡椒粉一多 会影响到青花椒的味道 佳哥你闻一下这个味道 青花椒 肉片 虽然很简单 可是那个香气 你会闻到是有层次的 没错 我们这个汤这样就可以了 好 来 来 我们把它尝起来 好 其实这一锅汤啊 我有测试过 可以拿来做火锅 真的吗 很棒 火锅底 你看我们这个切薄的五花肉 它整个煮起来之后 你会看它稍微卷卷的 是很漂亮的 简单 这样就好了 对 对不对 好来 连锅汤 又有萝卜 又有肉片 再加上刚才切好的肉 以及我们的酱料 这样子就完成了 对不对 蜜子 这监也不能复杂 照片 就可以了 这监也不能复杂 这监也不能复杂 。 它不能复杂 这监也能复杂 这监也能复杂 好 好 因为 我 看